范士丹在过世前,州长纽森已经承诺会任命一位非洲裔女性来接替范士丹未完成的任期 但现在出现了一个尴尬的情况 万若全报道 范士丹去世,州长纽森有权任命他在参议院议席的继任者 纽森曾表示,如果范士丹不能完成任期,他会任命一名非洲裔女性去接替 但自从纽森做出这项承诺后,范士丹便宣布他将在明年任期结束时退休 几位知名的民主党人宣布将在明年选举竞选范士丹留下的职位 这等如挑战纽森的决定 而纽森这个决定是因为2020年加州联邦参议员贺锦丽当选副总统 纽森任命拉美裔的Alex Padilla接替他 当时引起了一些强烈反弹 因为参议院失去了唯一的黑人女性参议员 纽森试图透过承诺任命一名黑人女性取代范士丹来弥补这个问题 目前三位有幸去竞选这个职位 而又呼声高等人当中 只有代表奥克兰的联邦中议员巴巴拉丽是非洲裔女性 但没想到民调显示 丽落后两名对手 南加州的Katy Porter还有Adam Schiff 纽登最近在一个电视访谈中说 他还是会任命非洲裔女性来接替范士丹的席位 但这个只是临时任命 这名人士不会参与竞选 州长对他的任命颇具看守性质 对此巴巴拉丽相当不以为然 认为纽森这种想法是对全国无数非洲裔女性的侮辱 他们的支持让民主党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中获胜 不值得加州多位知名女性政客都表明对看守人不感兴趣 另一方面各界也关注范士丹在司法委员会的席位 未来何去何从 如果民主党失去这一席位 便将失去司法委员会多数派 因而不能够通过拜登总统的联邦法官提名 共和党人就表示他们将阻止民主党人替换范士丹 26台记者万若全报道 而美国主流媒体的分析指出 纽森义属非洲裔的巴巴拉丽 接替范士丹留下的席位 而讲明这个职位是临时看守性质 只做到明年底 此举除了引来巴巴拉丽不满之外 也冲击民主党内的初选 打乱了呼声最高的Adam Schiff的选情 所以引来争议 与此同时分析也指出 纽森不得不尽快任命 接替范士丹的继任者 因为联邦政府开支法案的立法极为重要 民主党在参议院一票都不能流失